这盘棋讲解的是2023年的过周杯快棋赛 本局是半决赛第二盘棋 第一盘棋是孟臣取胜 这盘棋王天忆想翻盘 看他能不能翻盘 开局是中炮 对战骑马 红方挺兵制马 黑方走了一个三步虎 红方上马之后 黑方必然进足 红方一般是要走破八金四 但这度棋比较复杂 破八平九就比较简单一点 那一般你上马之后 他出局就比较平稳了 所以黑方决定 走一个复杂的变化 保留变化 接下来这棋形成反攻 红方就上马 威胁中路 黑方的话正常是要补视 补哪一个呢 实战是补右视 这个棋不左视应该说稳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五子归边 虎视的那样 所以在这的话不左视 能减轻压力 实战他补右视 红方这个棋居于基因 准备六子归边 太厉害了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 黑方先试探应手 他也是将就近 希望你拘一平六 将来这个边线空虚 将来从底线威胁你 红方呢 他暂时不动 他先走拘八进四 如果你吃我就打你 所以黑方就先飞向 这儿的话 红方就炮五平三 那么黑方这个棋 平均一顶 人家一打 再甩开 就相当于帮对方走一步棋 他不愿意 那这时候呢 对局也是一个选择 只是呢 刚才博的是右视 没有不左视 底线有点空 所以临场他不愿意去对 这儿他选择进七足 看似好像也是积极招法 搬马后通了 但是这个棋啊 中了套路 红方这个炮球推一啊 一瞄 对方就危险了 那么他啊 正常的话 就是要赶快落势 想办法啊 把G换掉 或者是往过掉 那么走 这个马七进八 有点用强 结果呢 这个棋啊 红方一打G 黑方一吃马之后 瞬间跟他换掉 然后呢 这个棋啊 G八平三 这个打底相太狠呀 如果你退G的话 将来硬换 那么用双炮 换你一个G 才把双相给破了 这个残局走下去 也是非常危险的 这儿的话 他选择是落势啊 也就看你敢不敢 去打我相吧 红方必然是打 一般情况下 是不能打的 单局炮没有齐啊 但是本局就可以 对方呢 不敢上 上来之后呢 这一进去吃双炮 瞬间就崩了 他选择补视啊 红方敢于换双 向的底气在于 他这还有个G啊 双G炮 太厉害了 那么现在这个棋啊 对方也就直视 到这儿的话 红方啊 正常应该是平狙 抓视 一旦一杀视就要突破呀 这个棋狠啊 那么对方去保的话 这个棋也是 红方非常积极 那么实际的话 走这个点江 再退一江 这儿的话 这个棋在出狙 是想杀对方 不过黑方呢 可以掌局 你江的话 其实上来 再江再上来 一时班科也看不出 有什么手段 如果九攻不下的话 被对方守住啊 或者双G连起来 想引起就难了 所以红方呢 这个棋啊 他就简单给换了 换之后呢 这边一江啊 就可以能追回狮子 这个棋其实啊 破两个项 也是满意的 那接下来 黑方就跑四平三 他是要威胁红方的嘛 红方也就选择了 一步飞向 黑方打掉 红方一吃 准备杀中足 对方就有堪 红方现在可以打回来 但是他担心对方去打兵 所以临场没有打 其实这个棋打掉比较好 实战他不是啊 就缓了一点 他的意思 主要骗对方 你要敢打 我这边有一个兵武精英拱具 叫德子 拆掉你弹子炮了啊 但是你要用这个炮打 这马就火了 所以他想骗对方 那么这儿的话 人家不上当啊 平力不炮 反而要偷袭红方的马 红方呢就退局回来 黑方的话 这里选择是浸泡大马 那正常的话 知识也可以纠缠 临场的话 他退回 也是想尽快讲话局势 因为第一盘棋 孟城获胜 所以本局的话 何其就可以晋级 所以他也是啊 没有想太多啊 这个恋战 到这儿以后呢 红方选择的招法 是杀对方的中足 黑方也保不住啊 他退一步 准备放中炮威胁 这儿红方啊 杀一江 普适啊 简单就把兵给收了 那么你放中间的意思就是点江啊 威胁我 我这边有一个平局过来 将军对局 对完之后炮双兵 要赢你的 所以对方正常是要选择吃这个兵 但是你一吃兵 他老将一出啊 到这儿的话 你顶多就是退回对局嘛 他退炮一打你 你也只能退炮去对啊 将来这个棋炮在逃开 或者对咬的话 无论是对个炮 还是对个局啊 那这个棋啊 吃到冰冰之后 双方也是个合棋 但是刚才说到啊 王天忆输了第一局 那孟臣赢了 所以合棋的话 对王天忆来讲 他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想纠缠一下 于是就过足了 红方呢 仍然是出 黑方的话 这个棋 他选择是平足 希望这个足绕下来做文章 这个棋的话 按道理来讲 还是红的好 冰冰都双向 黑方如果能取胜的话 就是创造棋机了 那红方这个棋就退回 到这儿的话 黑方啊 不吃也不行了 准备底线点将 利用他 红方先拿一将 准备利用对方 黑方也就出左边了 红方想迎棋 又担心啊 你继续走开 他一点将之后 知识 有个初老将过来 铁门栓手段 所以到这儿 他害怕这个棋被锁住啊 局也不敢离开条线了 索性呢 就退回啊 先吃对方的足 黑方也想去下 但是临场不敢 那你下的话 他吃双啊 你就泡丢了 你虽然底线一将很厉害啊 但是这个棋啊 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走这个啊 他吃掉 你这边的话 再平一步 他可以跟住你 你过来想抽居的话 其实你也抽不到 为什么呢 他这儿有一个啊 底线穿江 那你上去闷杀 你就选择做事啊 杀你一将 你还得上 虹方可以再来一将啊 如果是 这个退居还抽着你 所以你就甩也不敢甩 你就有下 下去之后呢 他这边还可以将军利用你 进来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甩鞠 当你想杀对方的时候呢 还杀不到 他将军呢 绕一圈 不是一个破的 最终的话 他跟着你的足就行了 因为你再过来的话 他有一个退居啊 到这个巷口 无论抽居也抽不到啊 你就等着输这个棋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你要选择退回啊 使图居锁他 他漏个尸就行了 所以你根本杀不到他 那么可见这堆棋啊 确实是啊 七个炮赢不到 所以王天忆啊 对家思考之后啊 他选择一个退居回去 准备对居啊 到这儿的话 如果说炮打 一对居就合棋 但是的话 这个棋如果用居持啊 那么你将军啊 他可以进去 那这堆棋 巨炮兵还是呢 有机会赢棋 只不过孟城呢 已经第一盘获胜了 这这盘棋的话 也是高峰凉截啊 直接提合了 那这样的话 王天忆也不再纠缠 双方握手言和 将孟城晋级决赛